澳洲的外長黃英賢今天這樣講 我覺得我們跟這個圖瓦魯的 邦交關係就是遲早要斷的 因為這完全不取決於我們 完全取決於澳洲跟中國的關係 這個澳洲的新任的總理埃班尼斯 他上來之後 他訪問這個中國大陸 然後他全面的要修復 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因為他們在之前的時候 卡了那個貿易的障礙 就是因為澳洲在疫情期間的時候 說指責中國大陸製造病毒 然後關係一泄千里 所以他們煤炭啦 很多的東西都銷不到中國大陸去了 所以有130億這麼大的一個缺口 等到埃班尼斯他們全面的 要去恢復跟中國大陸關係之後 他還留下了大概差不多13億美元 這個13億美元 其中有一大塊 很大塊的是澳洲的葡萄酒 它這個牽涉到255億的台幣 澳洲政府非常的希望說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就能夠解禁 然後因為他們之前的時候 弄關稅的問題 到現在 這個中國還沒有宣布說 澳洲的進口到 澳洲出口到這個中國的 葡萄酒的這個部分關稅 然後能夠來處理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說澳洲 他現在最在意的就是跟 中國大陸的 這個全面經貿關係的恢復 否則的話 圖瓦魯其實澳洲是圖瓦魯的 有點類似像這種保護國的 他們這兩個國家是有簽訂 安全和移民協定的 但也是在這個 埃班尼斯總理的時候 他們簽的 因為圖瓦魯是一個 要沉默的一個國家了 他受到氣候變遷 非常非常大的威脅 所以他們簽了這個協定之後 他們現在初期的時候 是每年圖瓦魯可以有280人 圖瓦魯也只有一萬一千人 280人你可以到澳洲 去享受他所有的這個待遇 工作 教育等等 然後他對於這個澳洲 也有 他對於圖瓦魯 澳洲對於圖瓦魯也有些安全承諾 可是問題是現在 如果說當澳洲優先考慮的 是要跟中國大陸全面的 去整頓他們兩個彼此之間的 經貿關係的話 圖瓦魯對於美澳 在這個聯防的這個部分的 這個角色 看起來就不是那麼的重要了 而且特別是拜登 他現在根本無暇顧及於其他 這個川普要回歸 已經帶給他極大的壓力了 然後他現在擺明著 以哈他也處理不了 然後俄烏也在拖在那邊 這個在朝鮮半島的部分 北韓一直不停的在發射飛彈 他也沒有時間處理 他就沒有精力再去管他的 這個所謂的南澳 美澳的這個地方的問題了 南太平洋的這個問題了 對於美國來講 他當這個英國 美國 然後澳洲 他們簽訂了AUX之後 然後他們能夠拿到那個大單 我覺得對於拜登來講 就到目前為止 就已經是一個不錯的成就了 所以說我們跟圖瓦魯邦交 到底還能夠延續多久 其實完全取決於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他決定要在什麼時間點上 對於賴清德政府 再給你一個 再給你一個 有點類似這種教訓或是震撼 震撼彈 因為斷我們的邦交國 對於中國大陸來講 是最省事的 因為他其他的部分 比如說ECFA要斷不斷 然後什麼要不要加關稅 他會考慮到說 會不會傷害到台灣的企業 他還要想到什麼心靈契合 融合的這個部分 可是邦交國就無所謂 你斷了之後 台灣的民眾也沒有特別的在意 可是對於賴清德政府來講 他確實真的是很傷 賴清雄 這個在民進黨內 對於邦交國的這個數字 我們的比較多數的一些意見 是認為不要在數字上打轉 我們一直都是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不管是執政或是在野 我們反對就是說用這種 超越了台灣的負荷能力 比如說像金錢或說援助等等 這些來維持一個 可能不是那麼長期 可以穩定的一個外交關係 而且這個外交關係對台灣 不管是安全 不管是實質的這個經貿 上面的這個比重來講 都確實不是那麼影響重大 好 這是我們的基本立場 各位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 這個是OK的 現在比較重要的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在大選 總統大選之後碰到幾個難題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總得票 是40% 這個對一個新的總統來講 他是一個很沒有安全感 或是很沒有強而有力的 一個後盾的一個狀態 也就是說他後援是不足的 名氣是不足的 這個情況下會讓他在很多外交 國防 甚至內政上面 是有一些顧忌的 這一次中國好像慢慢的在出手 我們看斷交潮可能會一個一個來 我是這樣子想 我說或許這個對賴清德 新的總統當選人來講 或許危機也是一個轉機 你要知道台灣社會是很討厭 中國這種強勢的 逼著台灣沒有辦法呼吸 逼著沒有辦法在國際上活動 的這種阿拔 在我們的民意上 是反對這樣做的 所以為什麼蔡英文 她可以獲得那麼高的一個支持 也是因為中國 她的一些作為 所帶給我們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 現在就看看吧 看看 在外交上 當然主政的外交部長 他去講一些安撫民心的話 這個可以理解 但是我看這個都是無助於 整個台灣的所謂的 外交情勢的一個演變 這個外交情勢的一個演變 我們只能夠寄望 以目前來講 大概有一個共識 大概只能夠寄望 美中之間的一個這種關係的需求 這種關係的這個需求 台灣就是在這裡面 可以有一定的這個 還可以存活的這個空間 如果說這個需求 被打碎了或被打亂了 台灣可能就會陷入一個 比較混亂的一個狀態 美國也無能為力 所以說美國也無能為力 就是台灣的邦交國的數字 真的是完全取決於賴清德 他到底在520的就職演說的時候 除非他有個天翻地覆的大轉變 在兩岸政策上 否則的話我們邦交國的數字 就是會向各位數去探了 楠楠菁 其實幫賴昆成說一下話 這個 他的個性其實就是這樣 他從以前就是有點搞笑 然後有點就是無所謂 對 好像這樣大家就是 也還滿好處於好在一起的人 他這次當然說他有抱怨說 因為賴清德他們那邊沒有協調 所以使得他在台東的時候 那個劉兆豪參選 所以讓他這個落選 但是因為劉兆豪是英系的 所以跟賴清德 也沒什麼太大的關係 然後他這一次 你如果說他真的是 對賴清德有怨對的話 他應該也不會去參加這場 宴會 然後你就經過那個地方 然後就去拍一拍 就是他的個性就是這樣 他現在很慘 他把那個說什麼冷氣 壞了要修一下 然後什麼的時候 他被綠粉出征 罵到臭頭 罵到爆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個只有團結的 就民進黨的這個支持者 是非常非常團結的 他們就是看不得別人對於 對於就是對於賴清德 對於民進黨那邊 有任何的這個批評 選舉的時候也是這樣 等到這個賴清德都已經當選了 他都已經落選了 賴清德都已經落選 他們還是這樣子出征他 賴清德我覺得他有一個 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在於是說 他真的不知道說 他的賴皮寮的問題 雖然到最後沒有傷到他 他還是當選了 可是他的賴皮寮的問題 對於他們民進黨的這些立委 的確是有造成影響的 就是在那個選戰的過程之中 為什麼這些人 有在那種狀況 選得會非常非常的辛苦 是因為他的賴皮寮的問題 的確是造成他們 有一些的障礙 可是他就就是完全的 就不覺得 他有任何要檢討的地方 反正我選贏我最大 他這就是賴清德的性格 立委靖英雄 民進黨如果說 在核電這個議題上 跟其他的一些議題 像兩岸 或是說 我們的一些經濟發展的 一些調整 內政上的一些調整 如果都維持現在這個方式 我認為是相當危險的 為什麼民進黨這個時候 要先固守說 這個可能要先解決核廢 先解決這些問題 是因為我們還沒有準備好 你知道嗎 那再也就發動 就發動 立法院新的也還沒有開始 現在好像議題先行 人事未定 但是議題先行 這個是很大的 對民進黨的挑戰 我們在國會第一個沒有過半 第二個 現在社會上 我們要更努力的去說服 那也沒有那麼容易 說實在 如果柯P支持核電恢復 我們民進黨就陷入更大的一個壓力 更大壓力 你們的支持者 大概會跟著柯P一直走下去 所以這一些都是 我們現在碰到的大問題 至於剛才大家有講說 幫民進黨解決問題 恐怕不要這樣想 最好是這個問題就沒有人提 民進黨就這樣算了 應該是說你們這一套 是幫台灣解決電的一個供應問題 民進黨要提出一個對岸 就是說我們要繼續綠電 我們要繼續做其他的努力等等 這個競爭過程 我看以這次選舉的情況看起來 這個我們是會比較 去以不利的一個狀況 這個立法院一席兩席 說什麼富婚婚禮 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過去了 不要再去幻想說 我一席兩席 我可以天天爆料 媒體就跟著我轉 不可能的事了 所以這個立法院 已經不是當初那種狀況 我在想 這個時候大家不要再只顧慮到 自己要幹院長或是幹什麼 應該要回歸國家的一個穩定 叫做所謂 這個時候就應該要去思考 內閣制精神 你回去要跟你們柯比講一下 考慮一下內閣制精神 我覺得民進黨這個時候 也應該要好好去思考 怎麼樣去組一個穩定多數 穩定多數 這個穩定多數在國會 可以表現出來 在國政上也可以表現出來 甚至在社會面也可以表現出來 這個是內閣制國家的一個常態 台灣現在碰到 我們又是少數的得票的總統 我們在國會又沒有過半 這個時候要硬幹 我覺得不是一個 比較理智的一個做法 所以老柯 這個時候不要再去亂罵人 你老柯去罵人 又能怎麼樣 對不對 你把民眾黨巴西 罵到邊角去 也是國民黨當選 你知道意思嗎 你現在是開心看著國民黨當選 老柯說輸了也沒關係 怎麼可以這樣子 這不是他說了算 你知道現在賴清德 面對的這個局 是希望能夠有一個 看看有沒有辦法扭轉 看有沒有機會 做一個穩定多數的一個安排 穩定多數 如果國民黨願意談 我們也願意談 有什麼不可以談的 柯比如果願意談 應該也要願意談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民進黨 是少說話 多去考慮到國家未來的需求 任何才是這麼辦 我覺得柯建民那個也是被 民眾黨激出來的 然後他跟黃國昌又有這個溯願 然後當然他的講話 柯建民也不會隨隨便便講話 他講話也都是有目的的 我倒覺得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民眾黨有點玩得太過頭了 而且民眾黨有點被迫害妄想症 就是說任何的一點消息 這個出去的時候 他們就像是刺猬式的一樣 趕快打回去 比如說今天這個智函 他在回應說 好像柯文哲要去支持 這個韓國瑜的時候 他講的就是說你們是在拔草 是刻意要去拔草 要分化我們 沒有這樣回事 然後之前的時候 黃珊珊還在那邊講就是說 因為藍白河拖慢了他們的 這個柯文哲的議程 兩個月 是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已經過去了 這些東西都已經過去了 你們現在要看的就是說 到底民眾黨 你現在的這個巴西立委 你未來要在立法院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我覺得政黨還有政治 從政還是要回到一些初心 少一點這個權術的計算 你要想想你的目的在哪裡 因為今天你這個巴西 要投向誰 他不會那麼的容易說 讓你就變成小藍或是小綠的 只要你立場站得穩 你今天如果說你覺得 現在最重要的 面對這個新政局的這個形勢 我在國會就是要在野監督聯盟 你就投這個韓江沛 你如果說你現在 就如同剛才這個 俊義兄所提到的 你刻文在選舉期間的時候 你說我的外交國防 我走的是蔡英文路線 現在賴清德他是少數的當選 可是面對中共的這個壓力 隨便他要怎麼講 他很會講 我們要有個什麼 民主的韌性的話 我們要展現一致的 台灣在這個地方的這種主體性 你也可以去投給 你就去投給游錫坤 你就去投給游錫坤跟蔡其昌 你就看你怎麼講 就是說今天你不會在一場的 不會在一場的立法院 政副院長選舉裡面 就那麼的容易讓你變成小藍小綠 只要你這個目標明確 當初這個趙浩康在操盤的時候 在這個立法院長的選舉 他們新黨的21席 要去支持施明德當立法院院長 他的目標很明確 我就是要打掉國民黨的李登輝 他們那種行政 國會一把抓 我就是要切斷這個 他的這個目標 那麼明確的情形之下 有人會懷疑說 這個新黨黃的就變了小綠嗎 然後難道新黨在這一場的選戰裡面 跟民進黨合作 新黨就不反對台獨了嗎 不會嘛 所以我覺得就是民眾黨自己想太多 一會兒想要保持我的這個主體性 然後我就提出了這個考題 你們大家來回答 然後你們不回答的時候 我又在那邊酸你們 這個酸民進黨這個傲慢 那個酸國會什麼國民黨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給我回音 就是擺著這麼一個高的 道德的這個標準在那邊 然後不知道不清楚你自己要幹什麼 就是很假 很虛偽 來 南京 其實這一次 這個總統選舉的結果 賴清德當選 我有幾件 我覺得非常的讓人覺得傷心 一個當然是兩岸關係 他就會到一個 比較兵凶站圍的高危險期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NCC沒有辦法撤掉 因為這個是侯友宜趙康 他們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政見 就是撤NCC 第三個是我想這個在教學現場的 很多的老師 現在大概非常的頭痛 就是我們的2030的雙語國家政策 這個是賴清德在當行政院長任內的時候 提出來的 他現在已經當選了 他就沒有理由調整 他就會一直往下走 所以這個是對於台灣的未來 真的是影響很大的這幾件事情 NCC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個陳耀祥 他算是很長眼 就是說在這個第一的時間點上 就趕快就講說 我不要續任 一方面他這個位子 他也坐不下去 你看像在競選期間的時候 NCC就是縱使之地 然後現在新國會的新民意 就產生出來 民進黨沒有過半 他必然就是未來會被釘得 會非常非常慘的一個人 所以他就先講 我不幹了 我不幹了 雖然這個就算是賴清德 不要聘他 他自己好像也求一個就是說 是我不要做的 我覺得這些人就是 非常的好名 就好名之徒 對於未來的NCC委員的這個任命 我非常的同意 自己趙先的這個主張 就是說他不需要去修改 現在的NCC的組織法 而是要行政院拿出這個誠意來 你在提名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依照政黨比例來提 如果說你提出來的 不是這樣子的人的話 我覺得國民黨團 還有國民黨團在這件事情上面 是真的是要去尋求 跟民眾黨的合作 就民眾黨要合作不合作 這巴西要不要加進來 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 你們要在這件事情上面 採取一致的立場 就是我通通都不讓他過 國民黨很奇特 國民黨是一個 是一個很鬆散的一個團體 就是說他現在雖然是有52席 我們就不用在法案的部分 就不用再加 陳超明跟高金素媚這兩席了 就是說這52席 常常在很多事情的立場上面 我不知道是基於一種 私下的人情的關係 還是什麼樣的一個關係 他都不能夠採取一致的立場 我覺得這個是未來 在國民黨 他的新的這個總召產生了之後 非常非常非常需要 加強的一個部分 就像剛才這個俊義兄所說的 你今天你是在一個脆弱 就是國民黨 他是在一個脆弱多數的 國會的這個情形之下 你要去靠什麼單打獨鬥 變成明星 當然會有很多的立委 是非常的優秀的 他可以去發光發亮 可是如果說你在黨的這個法案 重要的法案的立場上 還不能夠採取一致的話 國民黨就等著 在未來的幾年的任期 就會被人家講 又會再一次被民眾講說 我給你多數也沒有用 這個選舉已經結束了 確實說不需要 一直現在當初 還沒有投票前的那個情緒 這個對哪一個地方政府的市政 或是說對國政 都沒有什麼好處的 民進黨這邊 或許就是做一個結尾 退了 這個就好了 我不是民進黨 我沒跑 所以你也不用去懷疑說 好 民進黨做很多不合理 他就是這個程序把它跑完 我們常常在議會 演出這麼樣一套 所以有一些是演真的 有一些是演假的 選民就搞清楚就好了 民進 侯友宜在作為候選人的時候 大家對他有很多的批評 覺得他太弱或幹嘛 但是落選的侯友宜 我真的要給他拍拍手 他真的很不錯 就第一個 他就是說所有的敗選的責任 他一肩扛起 他也就不要再去怪什麼 那個什麼任何的東西 第二個他很快的就回歸市政 他當然要面對 要面對新北市民的一些的反彈 還有一些潛在的那些 罷免的這種壓力 但是我覺得罷免 侯友宜是搞不成的 最後一點點時間 我覺得這個做票的這個事情 就是說我同意 有這個想法 會犯到你說 不成功的 不行 這是要令人 marching 意思 damages